因为国民党现在游戏规则一直没有定嘛 那我们现在一直讲法说 哎呀可能四月也太早啦 可能五月啦 我们再来就看看五月再决定啦 什么等等之类的 我老是觉得 国民党拖越久 变数越大 所以我刚刚讲所谓的养分 记得我讲养分这两个字 养分这两个字 就是时间其实对谁最有利 以现在来看 最不可能选的那个人最有利 老实说我认为是如此 我认为是如此 以现阶段的这个整个态势走下去 就是说你时间拖越晚 其实对谁最有养分 这是对韩国瑜 刚刚因为他想说 哎呦你不要 假使四五月韩国瑜都还没有表态 然后回来出现了所谓的化学反应 那个反应是哇 他走到桥界啊 大家人人的高呼啊 韩总统啊 那时候这些全部被盖掉了 那回来四五月刚好啊 我认为你这个谈话桥界都听得到 很怕到时候真的就复制了这个场景 因为我知道你们的收视率实在太好 我不是说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我们稍微有一点点 政治ABC政治Sense都可以想象 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这样化学反应 我想大家不反对吧 百分之百 你看你看那个我们江维都说百分之百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反应其实 说实在已经不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或者任何一套游戏规则可以 可以把它锁住的 因为我是个人